穷忙过劳但无法买房 台湾清贫族的财务状况 让人资专家相当忧心 因为上班族只有37.4% 每个月能够收支平衡 23.2%属于完全没有存款的零存族 要是哪一天忽然失业 也有三成五的人 完全无法应付生活开销 青年劳工当时有39% 表示目前是有财务赤字一个状况 连续六年呈现恶化的一个情形 平均存款水费大概是不到14万元 则是稍稍回升到2020年的一个水准 统计发现有高达73%的人负债 而年轻人平均认为 未来退休金至少需要将近2000万元才够 但若是以官方经常性的薪资 大约4.6万元来算 至少需要大约433个月 也就是要36年不吃不喝 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 高达54%的自认是人生鲁蛇组 理财概念部分应该是收入先减去 除去跟投资才是等于这个开销 然后再善用所谓的复利效果的话 才有办法钱滚钱 累积自己的这个退休金跟财富 想要脱贫 迈入人生胜利组 包括网红 工程师 房东与社群小编等等 都是年轻族群期盼的梦幻行业 另外年轻人在目前的家庭与事业间 只有37%的人处于平衡状态 多数人也担心人生梦想频频落空 恐怕会逐渐躺平 甚至沦为老贫族 记者顾参用 台北采访报道